大家好,我是阿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产无夫一族凭什么能够一直同龄鬼杀队对付无惨 在鬼灭之刃中,由产无夫家族带领的鬼杀队 与鬼王无惨所代表的鬼从千年开始就开始战斗 令人惊讶的是,鬼王鬼舞是无惨 竟然是产无夫家族的人 在千年之前因为疾病被医生用药,变成了世上第一只鬼 开始了他作为鬼的罪恶一生 而被无惨连累的产无夫家族受到了诅咒 从那时开始家族内,成年男子无法活过30岁 而且会疾病缠身痛苦的死去 为了破除诅咒与赎罪,产无夫成立了鬼杀队 说要斩杀无惨结束这一切痛苦的分源 不同于无惨的强大 产无夫家族的家主可以说是守无腹肌之力的弱者 那产无夫家族为何能同龄鬼杀队千年不倒呢 产无夫家主自带领导妻子 不仅仅是拥有先见之名 而且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觉悟 把下属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而且产无夫的家主对于无惨带给世人的痛苦 一直深深自责,对于那些痛苦感同身受的产无夫 得到了鬼杀队上下的惊重 这也是鬼杀队能千年毅律不倒的原因 为了不让血脉断绝 产无夫再代都会允许神官一族 这才得以让血脉延续下去 产无夫的家主虽然因为诅咒 都无法活过30岁 但都把消灭无惨当成几人 无惨不仅仅给世界造成痛苦 产无夫家族也因为诅咒 家主频繁更换 大多都是八岁起都要三处起 整个鬼杀队的领导作用 产无夫的家主都自带领导气质 说话能使人感到服务与舒适 汉智郎初见产无夫灰灾时 就被他的声音惊讶到 封住在以前曾经因为 灰灾的微笑对他略于相向 但是灰灾并不在意 他明白封住是因为痛失战友 所以才会如此生气 而且灰灾记得每一个牺牲的鬼杀队战士的姓名 言语与内心的温柔 也是产无夫家族能领导鬼杀队的重要能力 而与无惨这样的强者斗争 产无夫家族也被上天赋予了另一种能力 产无夫的家主拥有看穿未来的能力 所以才能躲过无惨 对于鬼杀队本部的搜查 让一直处于劣势的鬼杀队 得到机会培养强大的剑士 可以慢慢发展 同时凭借这能力 让鬼杀队的经济能力从未中断 所以在产无夫灰灾 也在无限程决战片的开头 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并且凭借这个把无惨引了出来 最终决战就此展开 产无夫灰灾的一句口头禅 就是我的孩子们啊 灰灾应该与历代产无夫家族一样 都是把出生入祠斩杀恶鬼的鬼杀队队员们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每一次有鬼杀队队员的牺牲 灰灾都会难过 每一年都会给这些牺牲的鬼杀队员扫墓 正是因为产无夫家族 被经历了痛苦的鬼杀队员的感受身受 鬼杀队现任最强剑士严重 与家族的过往也可以说明 为何产无夫家族能让鬼杀队上下 都对产无夫一族死心塌地 在保护了孩子斩杀了恶鬼 却被孩子举认为凶手的严柱 在死刑之前本来对于人生 已经失望的严柱被产无夫灰灾救出 为了报答产无夫灰灾的信任 严柱凭借自己的天赋 在两个月内成为鬼杀队最强的剑士 在知道了灰灾的父死 引出无惨的计划之后 严柱并没有阻止 因为他知道了灰灾的觉悟 自己能做的就是将无惨斩杀 帮助产无夫 毕竹帮助被鬼杀害的世人 结束这一切的痛苦 严柱也知道灰灾的另一层用意 正是因为鬼杀队九处 对灰灾都十分敬重 甚至把灰灾当成父亲来对待 所以灰灾用自己的舍身忘死 来让鬼杀队的住门 更加愤怒去斩杀无惨 无惨之后要面对愤怒的住门 急动咒语般愤怒的攻击 另一方面虽然产无夫家族的男性 无法活过三十岁 导致了他们年少就得成为家主 但是年少的家主们都十分冷静 产无夫会在牺牲自己将无惨引出 他死后他八岁的儿子 产无夫会意在继承家主 仅仅八岁就能在大战中 指挥鬼杀队剿灭无惨和无惨手下的恶鬼 由此可见产无夫家 对于继承人的培养 是十分用心的 拥有温柔的心 视死如归的觉悟 卓越的领导能力 一见未来的能力 无人的声音 这些能力让产无夫家族领导鬼杀队 毅历千年不倒 这期的解说就到这 喜欢的可以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